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三伯伯 在莫尼克音響展场地不小 所以很大机会有流网之余 特别在地下的大场馆 今次介绍这间房间差点看漏了 当日在大场馆行秀的时候 突然有人捉住我的手叫我 Patrick Please Come and See 我也吓一跳 哦 原来是Triangle Art的老板 既然叫到 当然要赏面 在房间里面 从黑胶到前后级 全部都是Triangle Art的产品 而最特别是一对我从未见过 是来自加拿大的Moon Audio SP1的静电喇叭 这对SP1是静电阵膜 和传统低音单元混合式的设计 在墙里面听到用Triangle Art的胆后吸推动 都相当好声 所以我都坐下听了一阵 和录了一条短片和大家分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回到香港 翻查一下这家Moon Audio的资料 原来这不是一个新品牌 之前都有见过去生产的 360度发声的静电喇叭 而且还有三款 分别是旗舰PX2 卖价是46,700美元 对下是一对DX1 卖价是36,900美元 另一对PX1 卖价是32,800美元 而今次在莫尼克音响前 看到的SP1 当时在场报价是14,000欧罗 这对SP1上下各有两只6吋铝幕低音单元 是风物声箱的设计 是负责750hz以下45hz的低音 而中间就是一块面积1650cm²的静电震膜 震膜是一块0.038mm厚的Miner震膜造成 负责中音和高音 而Miner片的重量比一般高中音单元要轻 所以声音速度比较快 提供一个清晰高分成立的中高音 另外SP1是一个弧形设计 可以有120度的横向覆盖面积 令到皇帝位的范围可以扩阔 不过这对喇叭的灵敏度相对较低 是有86dB 最低的左抗是低至2噶 所以配合后级一定要有相当实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